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现场的精彩动作 好 现在教师已经把起落架放下来了 估计它很快要落地了 基本动作完成了 他刚才做了一个带起落架 就放下起落架状态的慢滚 就是一个很慢的动作 大慢径地做了一个 完成了一个横滚动作 这个动作也是比较难的一个动作 而且他把起落架放下来 增加了动作难度 更有难度了 确实是珠海是结束了 大概有一周的这样的一个一语天气 今天珠海赢了一个晴天 对 放晴放 所以我们今天的飞行表演 是非常准时的开始了 刚刚教师大概是进行了 将近十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您有没有统计过 他大概今天做了多少个动作 没统计清楚 让您印象深刻的动作是哪个 它还是它的垂直动作 垂直动作 筋动动作 它这个飞机的特点什么 就是它垂直机动的半径特别小 就很小的半径 就把飞机一个圈拉回来 一般的机动能力差一点 这个会半径很大 这个就表示机动性不够好 而教室飞机这一点 它是非常突出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 它是要准备返航了吗 准备返航招入了 准备返航 在这也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您看我们看到很多飞行表演 大多是多机编队表演 那单机的飞行表演 我们看什么 看点是什么 看点主要是看飞学员 能不能把飞机的极限性能飞出来 现在教室已经在跑到头拉平了 好快接地了 接地了 看两道烟 就是主轮胎接地 蹭出来的两道白眼 我们看到它两个起落架上 有两个灯 刚刚您说像两个大眼睛一样 对对 两只眼睛 这是它的标识 它跟别人不太一样 一般的都是在前起落架 有一个灯 一个灯 单独一个灯 它是在主起落架 后边主起落架 两个主起落架 各有一个着路灯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教室的两位飞行员 是来自哈尔滨飞行学院的 两位飞行教官 那可以说他们的飞行技术 也是非常的高超 那此刻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 看到教室已经的平稳落地 结束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飞行表演 您怎么帮我们再概括和总结一下 今天它的表现 表现相当优秀 就是这两名教官显然是高教级的资深教官 飞行动作非常酣畅淋漓 而且很顺利 好 动作做得也非常标准 好 现在我们镜头看到 我们现在把镜头已经推到比较细节了 结合着这个画面 宋老师您给我们看看 它这个外观有什么特点呢 它是一个典型的边条翼飞机 欢迎回来 除了刚才您看到的 教室的飞行表演之外 今天的飞行表演还包括 C919大型客机 这也是我国第一款 真正意义上的民航大飞机 C919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航展了 但是这一次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9月份 C919取得了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 这也是它在取证之后 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航展 那么稍后C919将会进行飞行展示 我们的总台央视记者李宁 在表演之前就走进了这款国之重器 并且对飞行员进行了采访 我们一起来看 我现在就是在中国航展的秦吉平 在我身边的就是国产大飞机C919 有一个非常难得一见的情况 就是在919的旁边 就是胖妞运游20 那再往那边 其实还有一架大飞机 就是AG600 那这三架飞机被亲切地称为 国产大飞机的三兄弟 他们也是第一次同时出现在珠海航展 那此外呢 三架机还都有表演 这个呢更是难得一见 那919呢 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航展的现场 同时呢 它也是在取得型号合格证之后的第一次 那这个飞机呢 现在已经在进行这个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飞机上面是什么样 我们马上上去看一下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919的客舱了 这是头等舱 这是经济舱 那919呢 是我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干线大飞机 它的最大座位数呢 这是192座最大航程5555公里 非常好记得一个数字啊 现在我们看到机组呢 正在进行这个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我们看看 在不影响他们工作的情况下 能不能跟他们聊一聊 蔡机长 你好 你好 你现在有方便说两句吗 方便方便 我想 那我出来 对 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这个本次航展上飞行表演的蔡骏 他同时也是五年前 C919首飞时候的机长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第一次来驻海进行飞行表演 不 第二次 第二次 919是第一次 919第一次 对 919第一次感觉怎么样 很不错 很不错 达到我们预期的这种目标吧 我看919在预热 在昨天表演的过程中 也做了很多动作 这些动作设计 也是之前都计划好的 对 我们这个整个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吧 就是专门是为了驻海航展 设计了这一套动作 因为要根据这里的地形 然后我们还要根据这个观众席 和主席台的位置 做了特别的优化 就是在首飞之后的 其实五年过程中 你也一直在进行这个试飞的工作 对 试飞和飞行表演 中间你感觉有区别吗 那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我们试飞的话 就是其实说的简单点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试飞 来得到这个飞行的数据 来表明我们飞机 符合这个法律规章的要求 那么航展呢 其实是我们在确保安全前的一下 对吧 在这我们的性能的包线 和我们的载荷包线的范围内 尽可能的来展示给大家 我们这飞机的优越性能 然后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 世界上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感官吧 这个您也背过很多的科技啊 最终您也飞919这个已经是五年了 对 总的来说你觉得919的操控性能 这架飞机怎么样 应该说大家看了航板就有目共睹了吧 好 你千万不用多说啊 大家看完飞行表演 相信自己心里面就有答案了 那在取得型号合格证之后呢 意味着919已经获得了市场准入的资质 未来呢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做 我们也希望呢919能够尽早的和我们见面 我们也去祝福啊 国产大飞机越飞越高 好 那谢谢 谢谢蔡机长 谢谢蔡机长 好 祝您飞行成功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现场情况就这样 飞行是勇敢者的视野 飞行表演呢更是在刀尖上起舞 每届航展上最受关注的就是飞行表演了 我们的空中空军8-1飞行表演队 从第二届珠海航展开始 就已经进行了飞行表演 他们用镜舞长空的多彩航技 诠释着国家大地蓝天仪仗的风采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进入 今天的特技飞行表演 好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空军8-1飞行表演队 对于大家的非常精彩的飞行表演 那宋老师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基本上是不是所有的飞机 都有点升空 都要面对要表演了 应该是六架飞机 前面有个四级起飞 后面有个双级起飞 第五六级 现在他们正在集合整个六级 变成一个密集队形来通常 刚才是后面起飞的飞机 它演示了一个筋动动作 向着处理在方向 然后急剧拉起完成一个进动 确实是和刚才教师的单机表演 我们整个的飞行表演当它成队多机表演的时候 整个的轰鸣声会更明显更有气势一些 对 我们看到它慢慢接近了 正在集合 前面五架飞机已经编好队了 最后一架飞机正在接近大编队 然后它完成它的整个队形 今天出海终于结束了一周的阴天 天气放晴变好之后 更有利于我们观赏飞行表演 那此刻我们看到在空中的整个画面 是非常清楚的 看到它一点点的接近 对 这就是它们现在要编成一个践行队 践行队 这个靠近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考验彼此的配合 对 你加速又不能加速太猛 不然就会产生危险接近 还要慢慢的逐渐加进 控制好这个速度差 这个跟平时的训练有很大关系 关系 都是长期训练 磨合协同的结果 这个只能靠练 现在我们看到它们是 它已经形成了标准的践行队 这是一号机在最前面 二号机在它的后下方 然后左右两侧 对 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各在两侧 形成一个箭头 拉烟了 拉烟了 很漂亮 其实昨天宋老师在解说的时候 就给我们介绍过 这个拉烟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 让我们在飞行队外困承当中 对 看这个飞行的轨迹 它都更清楚 就好像留下一个女一样 对对对 通常飞过 谁知才连到我们 真漂亮 而这个拉烟是咱们自己研制的 这个好 我知道的是这个 咱们刘玉梯司令员的儿子 刘飞宝 他们搞的这个 就是拉烟 拉烟剂的这个研制 为做地方工厂 研究最好的配方 所以我们这个拉烟的色彩非常鲜艳 而且烟比较浓 凝聚力比较强 和国外的那个不大一样 现在队形又变了 又变了 在您给我们科普知识的时候 又变形了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形的 一个六边形 六边形 对一个正六边形的编队 因为四级编的就是四边形 一般我们叫零形队 它六级的这种密集队形 就一个六边形 现在正在转弯 马上就要对向 对 他们主席在方向 请教您一个问题 每次变对形的时候 是在之前就说好了 还是变之前 再通过耳机互相通话再变呢 它一定要通话的 通话 掌机要下变令 但是整个动作 它是按程序 它是下变令 六边对形 这还要一边六级变对 而且还有一个 斜上转弯 非常的漂亮 这个拉得也很及时 很及时 对 这个不是拉 是激动动作拉的白眼 这过来很大 六加飞机队形 一直保持得很好 也就是说每一次变动作的时候 都要通过耳机口令 彼此要沟通一下 对 包括跟这个上升左转 它都不下口令 但是这个实际上 就是一个长期的磨合 对 配 默契 其实在这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每次关注航展的朋友都知道 八一飞行表演的是我们老朋友了 基本上每一届都会来 而且它实际上是有七次走出国门 先后去过俄罗斯 马来西亚 泰国 阿联酋 等六个国家执行飞行表演任务 可以说也是在国际的舞台上 展示了我们大国空军的风采 传递中国的自信 那现在宋老师我们看到这个队形的队形 队形右边 一个三角队形 三角队形 对 下一个看看是什么动作 今天感觉因为这个天气好了之后 估计可能我们的飞行员他们心情也会很好 毫无保留 尽量多做一些展示飞机性能的这种高超的动作 对 同时也展示自己的飞行技能 技能 对 双赢 来 开始 好 通场 然后做一个上升 咱们等一下飞往远里去了 哦 漂亮 真漂亮 又穿云而过 密集的已经穿云 而且还保持的拉烟 完成了一个筋斗翻下来了 哦 像一个垂直的 看到点自有落体的感觉 哦 像一个垂直的自有落体的感觉 哦 像一个垂直的自有落体的感觉 对 感觉这个动作的幅度都非常大 对 对 而且一直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编队 很整齐的这个 对 大家要协同一起做一个同一个动作 对 待会儿可能有一个六肌同时横滚 那是一个高难动作 对 好 苏老师给我们预告了 我们会儿看得更仔细一些 我们会看到它预先会扩大编队间隔 现在都是很密集嘛 一般我们说这个密集队形 飞行员评论说这个密集到什么程度 是以飞机的驿展来形容 就是说我保持一个驿展 现在我们看呢 它基本上临近的飞机是零驿展 就是前后机翼是几乎是重叠的 但是它们有一个距离 或者一个高度上还不错 所以看上去好像又几乎就要落在一起了 是的 那其实我们了解到现在世界上只有中国 美国和俄罗斯是使用自主研发的这个三代机 来进行飞行表演的 而且我们这些参与八一飞行表演队表演的 我们的这些队员 其实全部是来自作战部队 是非常优秀的飞行员 对 我们看到又新的动作出来了是吧 对 它又变成了一个歇行队 歇行 就是一个监挡 这个队形呢是像八夜市的左右两枚后台 这叫歇行队 嗯 呃 有意思的是刚才主任说到了这个 几个国家的飞行表演队所有选用的机型 这个大国像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个飞行表演队的这个机型的选择都是主力战斗机 嗯 像欧洲一些国家呢它喜欢使用高级教练机 哦 像法国和英国它都使用它的高级教练机 法国用的是阿尔法分析 嗯 英国呢用的是这个舰式的硬号 嗯 所以它呃各国家的这个空军的习惯不是非常一样 是各有各的强调 像俄罗斯它的勇士表演队就是苏27 对那也是以前那种珠海航展的很长客 嗯 像美国呢它就是用F-16 它的那个呃 它的飞行表演队美国飞行表演队到南亿去表演过 嗯 雷鸟 雷鸟 雷鸟表演队 它主要是用它的那个轻型的F-16战斗机 嗯 做它的主要表演机型 嗯 现在目前它换成了第五代战机以后 它的飞行表演队还没有变化 还是用F-16 嗯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八一飞行表演队又组成了全新的一个编队的队型 对对对 队型又恢复到那个三角队型 三角队型 但是三角队型它现在间隔比较大 嗯 我想它可能是不是要做那个六级同时纹 嗯 啊就是刚刚 虽然您说到的最值的期待 哦滚了 做完了 做了 六级同时纹滚 这个也是挺长期的可怜的 难度非常大哈 嗯 这个双方表是一致 因为你滚动的时候它是会发生位置飘移的 嗯 所以它要把间隔扩大一点 防止红下创到一起 嗯 这个动作是有一定的风险 非常有难度哈 这刚刚其实不仅仅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动作 展现的其实也是我们飞行员他们这种高超精细的这种 对啊 训练的成果 嗯 对啊 训练的成果 嗯 嗯 我们看到现在是六级编队 啊 还是那个三角形 三角形 嗯 今天说应该整个的天气是非常有利于我们来观看航展的 有利于飞行员们充分表演自己的技能 技能 展示飞机型的 嗯 确实是啊 我们都知道飞行表演它的这个观赏性和视觉的冲击力都是非常强的 对 可以说也是世界上各个知名航展上最引人注目的重头戏 对 像中国航展啊 展馆内的项目也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可堪度也非常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场外 大家来聚焦飞行表演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可观 这个人数 来访中海主要是想看看飞行表演 飞行表演 嗯 我们看到现在好像又变动作了啊 现在这个队性是啊 他现在要做开发动作了 开发 两个了解会交叉 交叉转弯 然后那四架前面变成明星队做上手 这个也很漂亮 很漂亮啊 全正切出来的好看 那蓝叶的那样它是相向转弯 嗯 在空中有一个交叉 这个如果稍有骗差 会发生的现状 嗯 但是它们做得非常标准 嗯 距离非常近 同时又确保安全 嗯 考验很高 两架飞机对飞就在空中 哦 这样啊 看着非常近 但是实际上两个飞机员呢 是一人把一个跑到边 就是你把跑到这边 我跑到这边对向 所以我们视觉看着它是在一方 像贴着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俯看到它两个搓开一点 搓开左右搓开还是上下的 嗯左右左右的 左右搓开一点 嗯 现在它们是飞到边上继续进行调整哈 新动作之前都是在两边要有一些调整 对 嗯 这个时候飞行员也会彼此沟通吗 因为 会 会的 另外它预先也都协同好了 嗯 我们到飞行员驻地的时候曾经发现 它那个篮球场上 嗯 画的就是一个地图 嗯 就是我的机场 周边一定距离内所有的地标啊 位置这些 它每次呢就是拿着小飞机 会在那上海上 嗯 我们叫康布也是 说我走一圈我要飞行员 应该走 会有一些地面的推演 对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四季 嗯 对 四季又从咱们上中也过了 嗯 它这是一个标准的菱形队 应该说他们在空中这么密集的编队飞行过程当中 又是高速 可能是沟通的时候就是短语 或者是非常明白彼此之间明白那种暗语 嗯 迅速地交流一下 口令是非常标准的 口令是标准的 不是随便乱说的 嗯 一般呢是掌机为主 掌机 聊机跟对 跟对 除非有特殊情况 一般聊机只会了明白 或者是不吭声 好 这是一架飞机在前面 可以后面那个做横滚 像耍龙灯一样在后面耍耍耍 这个加上拉烟的话就非常好看 对 雷烟拉出来之后 我们就能看到两架飞机 彼此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关系 对对对 搅在一块儿了 搅在一块儿 它自己单机做了一个小横滚 对 嗯 确实在整个的表演过程当中 也是把这个监视飞机的这个 优秀乐的这个战斗性能表现得 非常的淋漓尽致 对对 应该说飞行表演的这个动作的设计 实际上也是要考虑每一架机型 每一种机型的特性 对对对 基于此来设计 我能做哪些动作我能做到多大的程度 对嗯 但是它有一个共性的 比如说垂直动作 筋动 斜筋动 上伸转弯 这都是垂直动作 好 和铺垫 对 嗯 我们有一个明显感觉哈 就是这个飞行表演队 当多机进行表演的时候 基本上你没有空挡 对 空挡 其实越短越好 越短越好 这样就让人感觉不会老等着 等着 等着 对 现在我们在现场有一种硬接不响的感觉 第二件事就是这个 这是后面那个五号机六号机 两个飞机进行轮流进入的单机特体表演 这个飞机表演的是水平加力盘旋 这个时候一般内行的人就喜欢掐秒表了 掐秒表看它转转转 因为它从我们眼前通过 开始完成一个360度盘旋 到这个时候再掐秒表 看你转一圈有几秒 哇 一般都在20秒而已 嗯 然后再接着一个垂直动作 上升横滚 好 司机过来了 司机另一队 盘旋 通过 确实整个编排特别紧张 对 两个单机分头出现表演之后 司机的编队也完成了 然后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 对 司机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一会儿 理论上可能要做开滑动作 开滑动作 嗯 现在我们就不知道它是向上开滑 还是水平开滑 水平开滑 嗯 嗯 看到拉烟了已经啊 看到它 嗯 这好像还是要完成一个菱形队的盘旋 这是一个斜筋的 斜筋 斜的 这个是考验这个战机的什么性能 嗯 它这个战斗机一般完成斜筋斗 嗯 就是它在水平面上 它有一个倾斜度的一个上升 嗯 嗯 所以单机用船长 做了一个上升筋斗 哦 横滚 连续横滚 像它这种单机表演的时候的这个速度大概都得达到多少 嗯 这个速度不会特别快 一般都是六七百公里的速度 嗯 但是在咱们观众看已经觉得很快 很快 嗯 就是在我们的眼前又做了一个单机的 四点横滚 就是九十度 一百八十度 一百八十度 二百七十度 啊 再缓 再缓 然后这个它过渡的这个四架飞机又转过来了 对 应接不暇 编队又来了 嗯 这是四级横队 嗯 四级横队 四级横队 非常整齐地通过了主席台考告上 四级横队 好 瞧着对心左转了 嗯 再次形成零行队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飞机单机过来拉布莱恩的这架飞机 嗯 它就是比谁飞得慢 啊 确实感觉明显 你知道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曾经比谁骑自行车骑得慢 因为谁骑得慢 你稍注意就倒了 靠 那个技术高的呢 它扭扭的就在很慢 但是我们就不倒 这个也是考验这个飞机员 操作这个飞机 我飞得慢 但是不施速也不掉高度 啊 这样子头像鸭子一样 慢慢往前走 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啊 刚才呢大家看到的画面就是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在蓝天和彩云之间起舞的画面 那除了看表演之外呢 我们还要逛航展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航展上的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一般来说呢有两种性质 一种是进攻 当然另外一种就是防御 在中国的哲学当中呢 我们把这两种武器称之为矛与盾 那么今天我们演播室的话题就是航展上的矛与盾 就这个话题呢 今天我们演播室也请到了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的航展新闻发言人 是鲁郑先生鲁先生您好 您好 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矛与盾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 具体来说呢它是一个其实就是攻防系统 那么在本届航展上您关注的究竟是矛还是盾 一般呢是先有矛才有盾 所以我个人还是更关注矛一些 那这个您觉得这个矛这个方面来讲 有什么东西是特别令你感到关注的 这次航展啊还是有一些亮点的 一个呢咱们无人机这块领域 品种比较齐全 然后呢你看发展方向上 这次隐身无人机就很多个信号都出来了 甚至出了隐身的无人疗机这概念 这就体现出有人无人隐身作战协同的 这么一个发展趋势来 那么中大型的这个无人机 从以往的中空低速长寒时到现在呢 分分都往高空高速查打一体这个方向去发展 然后再加上一些打击载荷 侦查载荷电子载荷 通过载荷给无人机平台赋能 这个趋势今年是特别的明显 那么除此之外呢 再有一些啊新概念的东西出来了 比方说像风群 风群就代表了将来的一个应用 它呢有网络化 信息化智能化协同作战 会有很多战术上的选择 所以挺有意思的 没错就像您提到的 由于在现代的战场之上呢 大量的无人机参与到战斗当中 使得无人机和反无人机啊 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 军事实力的一个标准之一 那么本届航展的无人机产品当中 在航展发布并且首次公开的 翼龙三无人机绝对是一大亮点 这也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翼龙系列 大型无人机的最新型号 那么它究竟有哪些本领 让我们跟随记者到航展的现场 来一探究竟 翼龙三无人机呢 是翼龙家族的最新成员 我们第一眼看上去呢 就感觉它十分的大 它的机长呢是超过了12米 翼展更是达到了24米 不仅大 看上去还有特别厚重的感觉 因为我们看 在机翼下方所挂载的弹药的种类 十分的丰富 有空空导弹 空地导弹 制导炸弹 以及雷达载荷等等等等 这些都表明了这架飞机 拥有非常丰富的挂载能力 除此以外呢 翼龙三还具有全自主起降 巡航飞行 空地协同 地面接力控制等诸多的能力 无论是在平台飞行能力 还是执行任务的能力上 这架机在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当中 是绝对的佼佼者 翼龙三无人机是航空工业全新研制的一款 远航程重挂载多用途的中空长航时无人机系统 首先它所具有的远航程能力 就表明它的飞行距离很远 这样执行任务的半径就大大增加 那么它究竟能飞多远 翼龙三总设计师周易给出了答案 比原来翼龙一翼龙二大了很多 它主要是从设计上呢 我们要考虑有较好的伸柱比 那么要实现周际飞行 同时能完成跨域的一个作战使命任务 跨周际飞行 这可以说是中空长航时无人机能力的一个质的飞跃 此外对于翼龙三重挂载能力 周易也给出了评价 那么它整个的挂载的无论是从重量还是从数量还是从种类 完全领先于现有的这些中空长航的无人机的一个能力 翼龙三凭借着这些强大的能力 就能够胜任更多类型更多场景下的各类任务 在军事方面的话 比如说它可以利用翼龙三远航程的特点 可以进行远域的情报侦查监视关键区域的巡护 在民用方面的话 比如说是像信息组网 大气探测 以及应急救援等等 这些关系到民生领域也应该有广阔的应用价值 那么在本次的航展当中的多型无人机亮相功能也是各有侧重的 在这里我要继续来请教一下鲁先生 那么在您的印象当中 这一次在中国航展上所展示的无人机 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说从几届航展的发展脉络来看 想从两个维度来说是 一个是餐厂的产商 一个是产品 前几届最早无人机出来的时候 我们感觉发展路径很单一 大家都在干同一个东西 同质化竞争特别严重 都想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到了这一届航展 我们感觉 就是经过几年的博弈 几大主力 主力不均就出来了 相对来说 厂家这块球交给危机 这是厂家维度 第二个从产品维度来说 咱们国家应该是 这几年技术发展 是日新月异 该有的都有 而且是多方位 多个方向区域发展的 刚才提到的像隐身无人机 咱们这次出了很多款 然后中空低速插达一体无人机 比方说在这届航展上 有哪些产品 是您提到的 很有特点的这些产品 像隐身的 隐身的像中航工业的 咱们看到有几型隐身的 航天科技有了 航天科技 看到展台那边 甚至有一个无人的 隐身外形的一个辽机 那么这个就能感觉出来 一个作战理念 是有人无人隐身作战协同 这个应该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 那么航天科工集团这边也有 是老面孔了 已经是第三次参展 天鹰20 就在六号港外产那边 七号港外产那边 那么这是隐身无人机 高空高速插达一体 今年看到就是机型就特别多 就刚才提到这三家主力单位 都推出了自己的机型 那么我们科工集团这边呢 推出类型是WJ700无人机 是高空高速插达一体 那么从它的声线 续航时间和载荷能力 这几个指标来说呢 都还是较为先进的 对 那么从载荷上 今年的亮点还有一个 就是所有的无人机啊 我发现他们关注载荷了 以往更多的关注的是 打机类的载荷 现在呢打机类的有便宜的炸弹 有很精确的那个贵的导弹 但是打得很精打得很远 防辐射寻飞压制等等等等 各类载荷上来了 再有一个今年的那个电子吊仓 这样子的载荷也上来了 对 那么打机载荷 电子类的载荷 关电载荷 这几个载荷的组合运用 会给无人机啊 在基本的性能不变的情况下 富有它新的功能 对 确实是这次参展的这个无人机 我们可以感到特点很突出 那么从我们来横向的来观察一下 整个中国的无人机产业 无人机行业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咱们我个人认为咱们的无人机 在世界上呢应该是在第一个梯队了 但是不仅仅是这个 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无人机更值得说一下的 是我们在这个游戏赛场里面的选手很多 然后各个领域的都有人在研究 这样子呢 在特定的情况下 如果说有需求 有特定的应用场景 我们呢 有很多潜在的候选人可以去选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行业 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 没错 你说的非常好 其实呢随着在现代战争当中啊 无人机它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增加攻击手段的同时呢 也给传统的防空领域带来了很多的新的挑战 构建了反无人机体系也成为必然的选择 那么在本届航展上 反无人机体系就首次亮相了 这里呢就是首次亮相航展的反无人机体系 那在这里面呢 每一辆车都有各自的任务 比如像我身边的这辆车 它配备了这个低空探测雷达 和首次亮相本届航展的光电雷达 光电雷达就可以实现周边360度全景红外成像 而低空探测雷达呢 就是一款专门针对低空无人机目标的探测系统 它在进行搜索、截获、监视和跟踪的同时呢 还可以针对地面车辆目标进行探测和跟踪 那解决了看不着的问题之后呢 就要解决拦得住的问题了 那这个呢就是红旗17AE进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它被称作低空猎手 除此之外还有我身边的这种FK3000防空武器系统 集成了多型的导弹、高炮、电子干扰等软硬火力手段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打得起 我们都知道无人机的造价呢相对便宜 而导弹这些武器呢它的造价相对昂贵 所以呢无论打着还是打不着都不合算 因此在反无人机体系中呢就出现了一些新的武器 比如像身边的这辆亡古系统 还有像这样的激光武器系统 这是它的出光筒 通过像那个电能转化成激光 直接进入目标把目标给打掉 跟传统的这种防空武器来说 它的出门会非常低 因为它主要是靠电能转化 如果打击一个小目标的话 可能也就几十块钱 就这样的就可以解决问题 现在进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的航展新闻发言人王文刚 王先生您好 欢迎您您好主持人 对我们刚才是鲁先生 是三院的新闻发言人 您是二院的新闻发言人 他关注的是毛 您关注的是哪方面的内容 我关注的就是盾 对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无人机现在的是一个整个全世界 在防务上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对 那么您觉得在这次航展上 我们看到的 包括我们现在窗外摆放 像翼龙系列的这种大型的无人机 现在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像这种怎么来防守这些攻击型的无人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针对这种无人机来讲 我们怎么样来选择合适的这种防御的手段 首先我们要看无人机它的威胁程度 像刚才提到的这种大型的无人机 它的载荷往往比较大 也就是说它挂的这种空地弹 它的射程比较远 这样的话它无人机就可以在很远的距离进行投弹 所以我们进行拦截的话 就要选择这种远程的防空导弹 让它在投弹之前就要把它拦截掉 所以我们今年的航展里面 也有很多这种远程的防空导弹 使得它无人机在投弹之前 就要把平台打掉 否则的话 无人机会投出很多的空地弹来 会给我们的需要保护的区域造成了很多的威胁 没错 就像鲁先生刚才提到的那样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大型无人机 包括有隐身的功能 包括有高空长航式的一些功能 还有一些中空的一些特点 那么它们现在的威胁也很大 您刚才谈到的面对这样的大型无人机 可能我们是需要通过一座防空导弹系统来对它进行摧毁 那么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之外 我们也注意到在地区热点问题当中 现在越来越多的呈现出一些无人机小型化的一个特点 包括咱们传统提到的一些低慢小的这样一些无人机 特别还有最近有一种 比较可能是一个新的概念 像无人机这种风群式的这种无人机 也是越来越多的出现了 报道也越来越多 那么在对于这种低慢小 这种小型无人机 这种风群式无人机 我们在本届行展上有没有一些新的产品 能够对它们来进行因应 对 就是除了刚才提到的大型无人机之外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型微小型的无人机 现在拥有越来越广泛 而且它的使用的方式和作战的手段 也在不断的变化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风群的无人机 其实就是一种作战手段 您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风群无人机 它是一个怎么样作战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种很小的这种无人机 这种悬翼式的无人机 然后是十几个几十个组成一个群体来作战 这样的话来进行这个饱和攻击 带有一定当量的这种炸药 来攻击我们的一个区域 这样的话 其实对现在很多的这种传统的防空体系 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这个其实我们简单可以把它归结为九个字 就是看不到 拦不着 打不起 看不到是由于我们传统的防空雷达 对这种低空慢速目标 它的探测能力往往比较弱 所以就看不到这些目标 然后拦不着是因为这些目标比较小 我们传统如果用防空导弹来拦截 它的这种碎片的这种攻击的话 往往拦不着这种小目标 而且我们一般是用引信来起爆这种导弹 这种小目标我们引信往往还起爆不了 所以是拦不着 第三个打不起就比较直观 这种小目标它的成本比较低 成本很低 成本很低 然后我们的导弹或者炮弹 它的成本往往是这种小目标的十几倍 几十倍 那我们就打不起这样的目标 这种消费比特别低 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难题 其实我们本届航展就首次推出了反无人机体系 这是主要来应对这种低慢小 这种无人机的一个很有效的一种方式 我们的解决方案也是九个字 叫多要素 多武器 多手段 多要素是使我们把预警探测 指挥控制 还有这种拦截武器 这三大要素集中在一起 预警探测就相当于眼睛来发现目标 指挥控制相当于大脑来分析处理 选择合适的武器去拦截 那拦截武器就是我们的拳头 来最终把这个无人机给拦下来 多武器我们也是说到 除了传统的防空导弹 因为这个消费地比太低打不起 所以我们配置了很多其他的方式 包括激光 包括网捕 包括电子干扰 诱偏等等 使它除了这种对导弹的硬杀伤之外 还可以对无人机的 除了无人机的硬杀伤之外 还可以对无人机进行软杀伤 多手段就是软硬杀伤结合 我们可以打 可以诱偏 可以控 可以扰等等 这多种方式集成在一起 很有效的形成一个反无人机的体系 来应对这些地脉小的这些目标 对 应对低脉小 应对风群式这种无人机的攻击 我们在这种效率上怎么样 因为我们采用了整体的一个反无人机的体系 有大脑在选择合适的武器来应对 同时我们多种的武器形态 多种的拦截手段 这样的话有效的来 选用最合适的武器去拦截来袭的目标 这样的话极大的提升了拦截无人机的效率 好的 感谢王先生参与到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非常非常的精彩 感谢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 那么我们关注完无人机之后 我们继续来关注飞行表演 飞行表演一向是中国航展最大的亮点 那么本届航展的飞行表演 也将会贯穿全部的展览日程 今年的中国航展恰逢人民空军成立73周年 空军的七型飞机将会进行飞行展示 两支飞行表演队共舞珠海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八一壮美 红英秀美 被誉为中国蓝天仪仗队的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今年是第十次参加中国航展 近年来先后参加了莫斯科航展 新加坡航展 迪拜航展等国际性航展 在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 泰国等国 进行歼实特技飞行表演 会就中国名片展示中国力量 空军航空大学红英飞行表演队 今年是第三次参加中国航展 自2011年成立以来 红英飞行表演队在深化飞行教学 助力飞行学员成长上发挥重要作用 激励飞行学员力至蓝天追求卓越 肩负起建设世界一流空军的重任 地面静态展示的空井500轰6K等新型战机 有着动人心魄的航迹故事 被誉为战神的轰6K战机 近年来飞越了巴士海峡 宫谷海峡 对马海峡和台湾海峡 在颈巡东海 战巡南海 和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 飞出了强国强军新航迹 从今天开始 今天的节目我们欣赏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也了解了我国国防力量发展的突破和创新 今天的蓝天盛会就到这里 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带您欣赏蓝天盛宴 我们明天再见 《朝阳最愿深的指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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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